V333 創意生活頻道 好 這裡是V333 創意生活頻道 現在在我們 Open Studio 接受我們專訪的 是七木設計的設計師 林怡賢 Kelly 歡迎你來 大家好 我是七木設計的 Kelly 來 先跟我們談一談 七木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狀況下開始成軍的 然後你們會一起共同創作的那個契機是什麼 其實主要應該是我們在很多年前 就是都會去東京設計師周看展覽 然後就發現說那裡有一個叫Design Tide的活動 就是也是設計展的部分 然後就覺得那你的品質很高很好 就覺得哪一天會不會可以在這裡 就是跟大家做展覽跟互動的部分這樣 所以就覺得那我們來試試看做自己的產品 全部帶去東京看能不能申請到那個攤位 然後去展覽 所以這就是七木的開始 那你們三個人怎麼分工的 一開始 一開始其實我們有五個人 然後後來是我們現在的分工方式像是 我這邊可能就是像這樣跟大家講話 然後可能還有就是其實三個都是設計師 所以我們三個都會做設計的部分 然後我這邊還會負責一些公關媒體 然後其他的話還有一些平面設計 就是另外一位在芬蘭的設計師 然後另外一位在台灣的還會負責一些量產的製程的部分這樣 那來說一說 你們我覺得你們是一個玩得很高興的團隊 我從你們的資料裡頭看到 從你們的網站上看到 我覺得你們的調性一直是很活潑的 把自己走出一個很年輕的調性 這個是你們要本來就要在設立 成立這個品牌的時候你們就是這樣子訂的 還是慢慢慢慢走成這樣的 其實我們一開始設計的東西好像比較活潑 到現在反而就是冷靜了下來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說 怎麼現在的設計怎麼好像跟我們幾個人呈現出來的感覺不太一樣 我們就說我們可能就是有個老靈魂在裡面這樣子 所以現在他們出來了 所以我們才有現在的作品 對 的確 因為從看到你們的網站 看到你們的在網站上面發言的方式 都覺得是很年輕 可是看到一盞東西的時候就會覺得 欸 這個這一盞東西 它的感覺多了一些沉穩 多了一些老練的感覺 那談一談這個一盞東西吧 其實那時候我們只是單純的想說 我們可以來試試看做一些燈劇好了這樣 然後就其實那時候也覺得說 會不會燈籠這件事對於東方來說是有趣的 然後我們覺得那東方跟西方的結合 因為覺得西方工業感的燈到處都是啊 那為什麼沒有一個屬於台灣的 所以我們就開始從這地方開始發想 然後延伸出了一盞東西的這個產品 然後其實它其實有一個比較深層的感覺是在於 它呈現出來的感覺是很寧靜的 我們希望它在家裡是一個寧靜的氣氛 它會讓人家覺得那一盞燈在那裡 你就會把自己沉澱下來和自己對話這樣 那你剛剛也有提到它是東跟西的結合 在你們現在的創作當中 除了一盞東西是把東西文化做結合之外 你們還會有其他的作品或者是往下發展 會把這樣的東西變成你們的一個發展路線嗎 對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做了一盞東西之後 發現媒體報導跟宣傳 尤其是在歐洲或國外參展以後反應很好以後 我們開始把期目設計的定位開始朝向說 我們把new跟old這件事情 全部結合在期目設計的概念裡 所以像我們今年出了竹台 然後還有花器 還有所有所謂我們的新的小的桌燈 全部都是跟the new old就是跟這個東西跟老跟舊這件事有延伸的 對 那對你們來說 你怎麼樣去定義這個是老的文化 這個是新的文化 你們怎麼去找到這個中間的差別 其實我們就是靠我們記憶裡什麼東西很喜歡 可是它現在已經幾乎看不到了 所以我們就會把它再抓回來回到現在 那或者是說帶去給歐洲人或是外國人去看說 這是屬於我們的東西這樣 你們在找到台灣文化的過程當中 你們把這些東西帶到國外去 對我們說對這些外國人來說 他們去接受台灣的文化 或者是說接受漢風的文化不算太難 但是他們能不能理解 他們怎麼去了解這些東西 因為對欺慕來說我們都在講的是親台灣這件事 所以我們其實帶出去的東西都不是很重的文化意義 而是有那個意向那個感覺的東西 因為我們認為你在會場裡講太多 或是想要說明太多 其實沒有人要聽或者是他們其實聽不懂 所以我們反而會慢慢的從我們希望的質感感覺跟造型外觀 來開始帶入這整個文化議題 對 OK 好 那你剛剛也提到你們今年在參展的一些作品 談一談齁 你們今年的這些作品 跟我們大會的主題Unlimited 它中間的關聯 你們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呼應這個大會的主題 這個問題有點難我想一下 就是我想其實我們那時候其實沒有想太多啦 就覺得說會不會在有限制的情況下 我們做了一些突破跟超越 這就是我們會議的這部分 所以這是我們可以呈現在欺慕品牌裡面的價值 是 對 OK 那談一談齁 欺慕這個名字的由來好了 也許我知道 可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為什麼是欺慕 對 這個由來大家都說可以換了 就是其實我們一開始成軍 就是那時候四個人 所以我們名字裡都有慕 像我就 我姓林 所以我兩個慕 就兩個 對 所以就是四個人的名字裡有七個慕 大家都覺得 欸 怎麼 滿有趣的 那我們叫欺慕設計好 就這樣 這是一個滿直接的 滿現代的一個創意 那好 這也是一個非常生活的創意 所以我要問你 在創意跟生活 這兩件事情 怎麼樣去連結 你怎麼樣去看待這件事情 從你個人的角度來說 生活跟創意 其實我們就是喜歡買東西嘛 聊天 然後 所以其實我們的創意都是從聊天 像我們因為有一個分部在 就有一個女生在芬蘭念書 所以我們都需要一直開視訊討論 所以我們幾乎就開著工作啊 聊天 然後就明明之中 靈感就從那邊來了這樣 對 就是一個還滿歡樂的方式 所以你們現在所有的靈感的來源 都是這麼聊出來的 都是用一種玩樂的心情 一種快樂的心情在做創意嗎 對啊 就像應該說我們有時候也會分享說 我們最近在台灣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在芬蘭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就會分享說 這樣子的生活差異 會不會有些好玩的東西跑出來 好 那問一下 你們那個在芬蘭的夥伴 他會把芬蘭的一些創意的想法 或者是創意的元素 帶回台灣來 或者是說帶回到你們的設計裡面嗎 你們現在有運用到這些元素嗎 我覺得 在就是像芬蘭分部跟我們分享 很容易都是在聊 譬如說生活的感覺跟價值 所以我們營造出來的氣氛 可能比較平靜 也是因為說 在那邊的生活的關係 就是會有一些平靜的氛圍跑出來 是這樣子的原因 那你們 我這樣講好了 你們現在的創意的方式 多半都是聊出來的 然後你剛剛也談到的是 所謂的清台灣 那有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要界定一下 因為很多時候 清台灣很可能就會變成 和風或者是禪意 那你們怎麼去區隔這中間 那一點點不一樣呢 這個問題也好精闢喔 讓我想一下 應該是說我們一直覺得說 那是我們在生活裡面找到的 而且我們覺得 因為我們是台灣人嘛 所以我們覺得 在我們的設計裡 一定有一些跟 就是和風跟禪意 不一樣的地方 那可能是我們可以保有的精神 而且其實這個部分 我們一直還在找尋 我們都一直覺得我們是一個 可能邊走邊撿石頭的公司 就是設計公司的感覺 因為我們可能靈感就是這樣隨手來的 可是我們沒有要特地去包裝它 或是修飾它 因為我們覺得那個創意 就是我們最真實的部分 所以我們有時候並不會特地去界定說 或不會這個東西太偏日式之類的 因為我們覺得那都是屬於我們 從我們親手生出來的這樣 對 OK 那再來跟我們聊一聊一盞東西好了 一盞東西從想法出現到成形 大概花了多長的時間 那這中間有 因為為什麼我會談一盞東西 實在是因為它是一個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好的想法 然後直接把它創造出來了之後 讓人家感覺是很溫暖的感覺 然後它又在國際間獲獎 所以對它特別好奇 那你們在創造這個想法 從這個idea的成形 到它出現花了多少時間 然後這中間碰到過什麼樣的困難 或者阻礙嗎 其實就是真的沒有想像中容易耶 因為我們在一開始 從大概2012年的時候 我們就是想到這個idea以後 我們就做成樣品 就去英國展覽了 然後其實那次的展覽 我們想說就展展看嘛 沒什麼差 就看展覽大家的反應怎麼樣 結果我們就斬折斬折 就突然很多人對於那東西有興趣 我們才會想說 還是我們要試著量產看看這樣 然後後來在同年 因為九月去展覽 年底的時候 我們又被德國有選上一個 新銳設計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在隔年的一月 就被邀請到德國去參展 然後那個參展還滿好 就是它都會免費住宿啊機票 就有一種 欸 好豪華旅行的感覺 然後想說 早知道公司報名多一點人 全部都可以去這樣 然後我們就去了德國以後 發現大家的新銳設 就是那時候亞洲 大概只有兩組 一組就是我們 然後我們就覺得 為什麼我們就在等說 會不會大家的模式是 你肯來跟我買設計 我們就期待說有人 來跟我們買掉設計 然後來試試看說 我們就不用這麼辛苦去做量產 結果我們就等了 大概就是展覽期間 怎麼沒有人來找我們做設計 就是沒有人要買掉這個概念嗎 於是我們想說 怎麼那麼傷心 可是也在那個時候 被很多的設計師刺激到 因為覺得大家的品質 跟完成度都非常高 於是我們就 立刻在德國的火車上 立刻重新討論 重新畫圖 然後決定說 那我們來試試看自己做開模 自己來設計這個東西 然後那時候剛好回來的時候 台灣就過年了嘛 可是我們就想說 那芬蘭的女生在芬蘭 還是有學校資源 所以她就在那邊 就開始做石膏模型打樣啊 然後就開始就決定了 一展東西的造型 我們就是遠端這樣子 確定造型的 然後確定造型之後 我們就決定說 好那我們試試看量產 然後從量 從那時候二月到去年的九月 我們才真正的把東西量產完 因為其實這中間蠻難的 因為主要一個部分是燈具嘛 燈具在各個國家的就是 經驗都不一樣 尤其是各個國家的安歸 所以這部分我們也花了很多時間 在做考驗 對 然後直到了現在 就是慢慢的變得蠻成熟的 到現在也有桌燈了 還有一些小的系列配置這樣子 對 那未來呢 你們未來的發展 是不是已經有一些 比較中長程的計畫 你們想要把自己 或者是說把漆木設計 做成一個什麼樣的品牌 要讓漆木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公司 這個應該是我們希望漆木 應該是我們一直都把眼睛放得很高 就是不小心就大家都太厲害了 就一直覺得 怎麼會就是大家都這麼強 所以我們就一直把可能希望說 可能是明年明蘭展的時候 我們有辦法就做新的大件的家具去展覽 然後會有一個更完整的系列 因為我們像現在做了燈具 所以我們覺得有Home Deco的部分的話 可以讓整個系列更完整 大家可以從這中間更感覺到漆木的風格 好 所以你們現在是兩男一女的團隊 然後很努力的在為Home Deco 開始走一個比較積極努力的路線 現在要去做這一方面的設計 你們一開始學的就是工業設計 還是商品設計 我們一開始學的就是工業設計 可是從來沒有想過說 我們原來會做就是家用品 因為我一開始都想說都是做小東西 像我們一開始做筆記本就是因為這樣子來的 對 因為想說小東西好量產 所以沒有想過說可能做到大件的東西 這麼麻煩跟複雜 可是我們現在就覺得原來我們做這個東西 反而會是大家喜歡 因為可能我們跟他接觸的不夠深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 在不同的家具跟物件上面 所以這可能就是我們的一個發想跟不一樣的地方 對 很可能反而就變成你們的優勢 因為新鮮 因為有趣 反而更好玩 好 那也就希望你們能夠好好的玩創意 把你們的想法 把你們的作品 玩得越新鮮 越可愛 越活潑 越好 好不好 那也謝謝你來我們的studio接受訪問 謝謝你 謝謝 謝謝大家